音乐 OK 五大 所以我们刚刚解释完了这三种问法的语法现象 那如果我想询问职业我还可以用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我可以用 这样一句话 但是注意 大这块用的很少 基本是votre 基本用votre profession什么意思 职业 大和votre都是物主形容词 对吧 Votre profession 您的职业 职业 这是一个印象的名词 您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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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é bien Jé suis professeur 好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职业的四种提问 OK 好下面呢我还想再多讲一点 但是你复习一下前面几节课 最前面最前面我们学过的内容 Jé suis professeur Nest pas Jé est Eudiant Tré bien 那刚刚我们说到职业的时候 你现在都学过什么还记得吗 你现在都学过什么还记得吗 Eud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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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é d' pre C wire 有一些职业 只有阳性 比如说老师 OK Professor vs Tré bien Je suis professeur Professor 老师只有一个阳性的姓式 比如说还有什么 M Case Med Jean 只有阳性的情识 那在你复习完了这些以后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工作的地点 我们每一种职业配一个工作的地点 然后来学习一些新的的 所以刚刚我们学了 这三种提问方式 语法现象都是怎么解释的 那下面呢我们可以用物来提问 同样是跟工作有关系 比如我问你在哪工作 你可以怎么说呢 比如说把物提前换话 我先放 我先放 你工作在哪儿 OK 那现在呢我如果要 是个去掉后面应该怎么样了 你工作在哪儿 你工作在哪儿 当然 你工作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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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我工作,怎么说 你可以和我们家城市,地点,一个城市 你可以加一个 一个城市,比如说,在巴黎 比如说,我工作 在我学校 可以吧 可以吧 是可以的 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工作在 Institut Institut 比如说,法语 比如说是法语 的一个语言 中心 Institut 两个语言中心 二语言中心 二语言 Lieu de travail ok? Fait attention là travail travail ça c'est un verbe ok? ça c'est un non 這是一個名詞 這是一個動詞 動詞原形是travail 但是呢還有它還有名詞形式 跟它發音很接近叫travail 意思就是工作 工作的地點 工作travail ok? 一個L à la fin 這個變為是LLE Travail Parfait 在剛剛這一部分呢 我們講了工作的地點 其實跟職業相關的一些詞呢 我們在第二課就已經學過了 什麼professeur médecin bendre ouvrier 這些東西都學過了 但是他們工作的地點 怎麼表達呢? 首先我要講一個介詞叫dang 這個我們其實說講什麼不早就知道了嗎?對沒錯 dang dang 是在什麼什麼裡面的意思 dang表示在什麼什麼地方 工作的時候也要用dang 比如我說je travaille dans un hôpital 什麼意思呢? 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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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他在哪呢,他在一个工厂里,还是要用到这个戒词 Dang,June,Ujin Ok,那现在我们一般人,好多城市里面都在做白领,对吧,这块怎么说呢,你说你是一个白领加说 叫,Je travaille dans une société Dang une société,这个词可以是表达社会,也可以是表达公司 Dang une société 好,那白领怎么说呢,法国有一个词叫干部 他们干部其实就是企业的管理层的意思 Gadre Legade Tabaye Dang une socié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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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shay s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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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原本的意思是说 在谁谁谁家 比如说 在我妈家 shay ma mère 我说 jabit shay ma mère 什么意思 我住在我妈妈家 jabit shay ma mère ok 这是他最原本的意思 那shay呢 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shay 后面加上公司名 比如说什么 Louis Védon Védon Chanel 什么这个 比如说 Rémy Martin 人头马 他们叫Rémy Guantot 人头马军路集团 或者比如说 LV 他们一般会说LV MH OK LV MH 这是他集团的名字 或者比如说银行的名字 sucede general 发行银行 sucede general 或者什么 HSBC 回封 他就会说 je travaille hsbc 我在汇丰银行工作 是 travaille chezchanel 我在香奈尔工作 是 travaille chez Rémy Guantot 我在人头马军路集团工作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都可以用shay 或者可以说 是tavaille chez 外门 我在外门工作 当然你还可以说 你说外门有没有两个表达方式 当然有啊 你可以说shay外门 你或者说是 dangzuna egale lispa dangzunaegale 外门是个学校 所以你也可以说dangzunaegale OK 当然这话注意呢 有的时候dang 跟这个借词a 是可以通用的 比如在医院工作 你可以说alubital OK 你也可以说你在大学工作呢 你可以说aluniversité 比如说外门大学 aluniversité 外门 或者这块可以加一个 de外门 都是可以的 aluniversité de外门 一般呢 我们会说 比较 就是中国 就中国学生 我们学法语的时候 本科 我们都会加一个 l'université de 什么什么 比如北外就是 l'université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de BK 一般会加一个de 但是你之后到了国外 你会发现 他们一般就是 甚至都不用加 什么什么 l'université 比如说我在 ESP商区院读书 那我就是说 al'ESP OK al'ESP 那就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说 就直接加学校缩写也可以的 好 那刚刚我们讲了 说是工作的一些地点 那如果是学生 比如你想介绍自己是个学生 你要跟一个法国人说 我再来马上学 这句话怎么说呢 补充给大家 je fais je fais je fais fais这个动词呢 是做的意思 je fais fais什么呢 这块要用 复述 我的 复述 mes études edudes 是学习的意思 je fais mes études 就是一个固定用法 那意思就是说 我学习 在哪呢 那这块一般我们会用戒字 阿 比如说我是北外的学生 我在北外学习 那这句话 就变成了 阿 L'université des langues des étrangers de bégan 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背的最顺的一句话 je fais mes études à l'université des langues étrangers de bégan 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 ok 他一般的这个借词用法就是 阿 阿什么呢 这你加上 大家不要忘了 冠定冠词 université 学校 学校 什么学校呢 这是这块的d 是 de 加 les 的 缩合 l'université 哪儿呢 de 是一般表示一个所属 对吧 de什么呢 学校的名字叫 les langues étrangers of bégan 所以是 l'université des langues étrangers de bégan de bégan 就是of北京 就北京的外国语言的大学 ok 那这都是我们在学校学的很很顺的一句话 但当你如果去留学 你真的到了法国你会发现他们一般呢 会说缩写 比如说你说 这个 l'université des langues étrangers 商学院 怎么说呢 是分别结局的 你后面可以直接说 a l'université b ok al'université a l'université a l'université a l'université 他就缩写了 l'université 有些学校呢 可能是带这个 定冠词 有些不带 当然这块讲的可能太深了 可能对大家的这些 这个 学习也不一定是特别有帮助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就不说了 大家就记住 你可以表达很复杂 可以显示你发现很好 可以 但你也可以很简单的就 说大家有约定俗生都知道了 是分别的 al'université ok 好 那这个呢就是想补充给大家的一点 学生在哪哪上学 怎么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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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